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百战经典隆重推出特别节目 热血丰碑 因为真爱和平 我们回首战争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战经典 纪念建党90周年特别节目 热血丰碑 1949年4月2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 强度长江 风雨飘摇的国民党统治集团 开始上演兵败大陆前的最后疯狂 把屠刀挥向我身陷淋雨的共产党人 一批革命者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倒在了血泊之中 文艺作品红颜 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人物原型 江竹军和李白 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今天我们共同追议李白 周慧英和江竹军彭永吴 这两队革命抗力 追寻革命者求索的足迹 品味他们在非常时期的 非常爱情 他们是并肩战斗的假夫妻 他们是弄下成真的革命棒 对事业他们无险忠诚 对爱情他们坚真不虚 一段永不消逝的电波 一举荡起回肠的红颜烈歌 今年建党九十周年特别节目 热血风飞之 一片担心向阳开 1949年 五月的上海 十一月的重庆 红旗飘扬 可是江竹军和李白 却无法见证这伟大的瞬间 川妹子江洁 湘东南儿李白 远隔千里 素未蒙面 可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何其相似 对敌人 他们横眉冷对 对战友 他们患难云共 对亲人 他们爱的深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都在地下工作中 收获了一段 弄假成真的幸福婚姻 李白是湖南牛羊人 1910年五月 出生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里 八岁的时候 到乡里的小学去读书 但是读了几年之后 因为家里实在是太穷了 没有钱交学费 只好退学回家 去打工 就到一家染房当学徒 学徒的生活很苦 像奴隶一样 这让李白深深感受到 世道的不平不公 在北伐战争的推动下 湖南各地的农民运动 风起云云 斗争的浪潮 激荡的李白 热血奔勇气 1925年加入共产党后 他斗志更加昂扬 参加农民协会 打土豪贴标语 烧地气 罚钱粮 15岁的他 还担任少年先锋队队长 为乡苏维埃政府 站岗放哨 替红军家属 挑水送柴 还指导队员们操练 唱歌 当李白 积极投身于革命时 远在四川重庆的 一位年仅八岁的小女孩 正深深体验着 生活的艰辛坎坷 他就是江竹军 1920年8月20日 江竹军出身于四川 自共的一个农民家 1928年 四川自共 遭遇大汗灾 老百姓的生活很苦 江竹军呢 这一年八岁 随母亲和弟弟 一起逃荒 到了重庆 后来呢 就到重庆的一家工厂 当同工 两年之后 他的一个舅舅 就通过教会的关系 把江竹军姐弟送到了孤儿院的小学 免费入学 就这样 1933年 江竹军就进了孤儿院 成了一名不是孤儿的孤儿院的小学学生 1930年 李白参加红军进攻湖南长沙的战友 成为一名红四军通行员的战士 后来担任指导人 当时红军在粉碎蒋介石 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的战斗中 先后缴获敌张辉赛师 和谭道原石一部半电台 总部决定 利用这一部半电台 建立起红军的无线电通讯 并举办无线电培训班 培养技术人才 1931年6月 红四军党委选送李白 去总部参加第二期无线电训练 从此 他与无线电事业 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1年 李白从训练班毕业之后 就被调任十三军 无线电队认证委 长征途中 无线电队要带着收伐机 充电机 汽油 蓄电池等等器械 行动非常不便 李白与战士们一起 徒步行军 上级给了他一匹马 他从来不骑 专门用来拖机器 或者给并号骑 1937年 七七事变爆发 李白江竹军的人生轨迹都因此而改建 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洗礼下 江竹军迅速成长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晚南事变发生后 年仅21岁的江竹军 就被党组织安排到重庆妇女卫劳总会工作 由于江竹军低调冷静 在斗争中不突出个人 他和他领导的党组织始终没有报 川东特委随后派他担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 负责单线联系沙平棒 一些高效的党员 及新市区内的女党 七七事变之后 党中央为了掌握抗战形势的发展 加强对敌战区的调查研究 决定派李白到南京上海等地建立电台 担负与中央通报的人 当时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正在南京同国民政府谈判 李白到南京就在周恩来的身边工作 每天抄收新华社的新闻稿 由于国民党的百万阻挠 我党在南京公开设立电台的计划 未能实现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 1937年10月 李白化名李霞来到上海 建立与党中央联络的秘密电台 1938年春 秘密电台在贝勒路148号建立起来 一个月明星期的晚上 马路上停歇了喧闹的声音 李白拉上窗帘 把收发暴击搬到了写字桌上 把街上电源 戴好耳机轻轻地按动电键 向延安发出了呼号 当他从丝丝的电流声中分辨出延安的信号时 就像听到了母亲亲切的呼唤 在他心里充满了无比的喜悦 在日寇与汪伟军警特务密集的上海 每天深夜12时至凌晨4时 当人们在梦乡酣睡的时候 李白却正在紧张地战斗 他用电波在上海和延安之间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 上海的抗战情况 抗日救亡运动的进展 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和有关日奖汪以及英美法等各方面的动态 随着电波飞向延安 党中央的声音也及时的传到上海 1939年2月 一个名叫公尹兵的商人悄悄来到十里洋场 他的公开身份是湖南万元香秀庄总经理 实际上 他是受党的委派到上海接任电台领导工作 考虑到李白年纪三十 仍截然一身 长次下去容易遭到敌人的怀疑 而且在工作上 他也确实需要个助手 公尹兵决定物色一位政治上可靠的女同志到电台来工作 与李白伴做夫妻 以应付环境保护电台 征求他本人意见识 李白说 这是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大事 必须深重 第一 要能吃苦的 第二 经过一些锻炼的 组织上先后物色了一个女学生和一名女教师 但李白都觉得不合适 公尹兵最后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给共产党员 酬长女工 周慧英 周慧英对李白的第一印象并不好 周慧英后来曾经回忆说 当时李白穿了一件长袍 戴个眼镜 清秀的脸旁略带几分神秘的色彩 这让周慧英大事所望 因为在他的概念中 共产党人应该是工人或者农民的形象 而李白看上去不像个同志 因为只有资本家才穿长袍 不久李白和周慧英住进了朴石路 朴石路地处法租界 环境幽境 按照当地居民的经济水平 组织上为他们购置了几件普通下去 把房间布置得大方得体 既不寒酸也不不滑 邻居们都信以为真 见面就招呼李先生李太 回忆起李白当年战斗的情景 周慧英曾经感慨地说 李白一个人要担任好几个人的工作 每天他在没有窗子的阁楼上 与党中央通电报 冬天为了预寒 发报机的旁边放着开水 喝开水固然可以暖和一些 但是水喝多了 小便也多了 便湖里满了 因为不能离开 茶缸便当成了便湖用 而到了夏天 工作时身上的衣服湿得像在水里浸过一样 有一次邻居随便问了一句 怎么晚上宁愿换几件衬衫 还待在阁楼上不出来乘凉呢 李白同志怕暴露秘密 所以之后连衬衫也不穿了 干脆赤搏工作 因为工作量大 邱惠英经常帮他抄袭 为了让交通员少漏名 他和邱惠英有时假装散步 将密电送到等候在约定地点的交通员手里 有了他们这个情报中转战 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况 顷刻间传到上海 坚定了敌战区人民抵抗日军侵略斗争的决心 而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大量战略情报 也就像插上了蜘蛛 源源不断地飞向原安 为党中央直升千里 提供着信息支持 每当这时李白和邱惠英 都沉浸在工作取得成功的幸福之中 他们配合默契 互相贴贴 朝夕相处 加上共同的革命追求 纯洁的爱情 在他们间悄悄往生 1940年秋 经党里的地图 他们极为大量 成为了文库其实的秘密斗争之家 当时李白的暴物技术非常的精湛 但是在机器维修方面却是门外害 如果机务院常常来修理 这样既不方便 也不安全 容易暴露 所以李白就向上级提出 学习机务的要求 1940年冬天 党组织就出资在维海路 338号开设了一家无线电公司 由我党的电台修理专家 屠左朝当老板 李白呢 就假扮为帐房先生 公司呢 他的主要业务就是修理收音机 因为他们的这个修理费用啊 比宁静的南京路上的同类的商店低 所以生意很火 李白白天在公司做账房 学习无线电的修理业务 夜间呢 就收罚电报 最后他终于能够十分熟练的安装并修理电台 1942年7月 李白夫妇转移到新闻报主编 爱国人士许燕飞出前建造的一栋三层楼房 中秋节的前一天 李白在阁楼里发布 球会应在三楼忽然听到杂乱的脚步声 他急忙掀开窗帘一脚张望 朦胧的月色下 几十个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 他快一步上楼对李白说 不好 出事了 李白以最快的速度把最后一段电门发完 又派发三遍 再建 以暗示远方的战友 接着 他迅速把发爆机藏在了地板下 敌人破门而入 翻箱倒柜 李白美心想上了工的弦 望得紧紧的 可表面上 他却若无其事 忽然 阁楼上的一块活地板被踩踏 敌人找到了一堆流鼠 他不有分说 将李白和球会应同方向 压到四川路桥北面 日本县兵司令 敌人对李白行讯不顾 李白从敌人的行讯中分析出 日后并没有掌握实情 于是他一口咬定 用电台是为了帮助朋友了解商业行情 敌人为了从球会应的身上打开口子 就让他看李白受刑 球会应被迫看着深爱的丈夫遭受酷刑 虽然肝肠寸断 但是始终没有吐露半点秘密 为了维护党的事业 李白和球会应夫妇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由于缺乏证据 两个月后 敌人释放了球会应 出狱后 球会应采取各种办法 营救丈夫 1943年5月 年仅23岁的江竹军 接到了组织上给他的一项重要而特殊的任务 与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位员彭永吴 加班夫妻 一向接受任务不讲任何条件的江竹军 一改往日果断干练的作风 他显得很是犹豫 彭永吴原名 彭敬邦 1915年出生在四川营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童年的时候 父亲去世 少年时母亲病亡 他就与祖母相依为名 1937年 他考上了四川省万县师范学校 在那里 他接触到了马列主义的熏陶 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偷胜于革命 1942年担任中共重庆市委 第一委员之后 就负责领导 重庆市沙瓷区 新市区一带的地下工作 与李白求慧英假扮夫妻不同的是 彭永吴当时在老家已有期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党组织做出这样的决定 而不干脆接彭永吴妻子盘正伦来到重庆 事情还得追溯到1942年开始的延安枕风运动 汉尔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 中共中央利用局势相对稳定的有力条件提出了枕风运动 根据南方局部署 重庆地下党组织决定开展枕风运动 要求每个党员秘密阅读整封文献 联系实际写出总结 并逐层转到彭永吴手中 由他弄清楚每个人的情况 记住脑海 并提出问题 与市委的其他同志研究解决 然后再将这些材料销毁 彭永吴当时的公开职业 是中央信托局的一名中级职员 可是由于他没有家眷 所以只能在集体宿舍里住 握有七八十个党员关系的彭永吴 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领导整封学习 恰巧中央信托局这时刚修好职工宿舍 因此组织上决定给彭永吴派一位女同志来协助工作 和他假扮夫妻 借口有了家庭就能分得一套住房 更好的开展工作 以前彭永吴在云阳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 谭振伦也进行了大量的掩护工作 因此彭永吴就提出 把自己的妻子儿子接到重庆来 但是党组织考虑到彭永吴的工作 涉及到地下党组织的核心机密 特别又是处在整风期间 有大量的文字工作和联络工作需要处理 最后还是决定 由一位稳健而有学识 能应付各种复杂环境 有斗争经验的党内的女同志来掩护她 因此彭永吴虽然感到很无奈 但这是组织的决定 她只好服从 只能把对妻子儿子的内疚 深深的埋在自己的心里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女性 江竹军对自由恋爱无比期待 对浪漫的爱情无限憧憬 盼望与志趣相投的伴侣携手一声 假如她面对的是奉父母之命的包办会议 她一定敢于大声地说不 可组织上的乱点鸳鸯 却让她有些束手无策 经过平静下来的理性思考 江竹军从最初的抵触排斥 到后来的欣然英语 因为她明白 革命不仅需要众人的望我牺牲 革命也需要个人的妥协奉献 答应下来后 江竹军就开始有条不紊的配合朋友们 展开工作 在千里之外的上海 经过我地下党组织各方奔走 李白终于得见天日 重获自由 当时我党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 利用其特殊关系 将李白先引渡到了吉斯菲尔路76号 汪伟特工总部 以便于进一步营救 李白在76号仍然坚持私人商业电台的口供 而在这个人员复杂的国际都市里 也确实有各种私设的电台 这个案子也就成了无头案 按照当时的规定 这种无头案期满六个月 如果没有其他证据被扣押的人 就要予以释放 但是76号却提出 要李白以殷实的店铺做宝 并且提出条件 要求他被释放后不得离开上海 要随时接受传讯 邱慧英找到了许颜飞帮忙 1943年5月 许颜飞托一位朋友 用他在曹家渡的酒店做宝 敌人终于释放了李白 李白获释后 仍旧处于敌人的监视中 他无法立即恢复工作 直到1944年秋 党组织安排他打入国民党 国际问题研究所 利用敌人电台为党工作 他化名李清安 皆同邱慧英一起离开了上海 他往返于浙江的淳安 长口和江西的千山街 以公开身份 用公开电台 为党秘密传送 日媒奖方面的大量战略情报 可是没多久 他再一次被捕 江朱军和彭永吴假扮夫妻后 为了使假戏真正做到位 他亲热的喊彭永吴四哥 害怕彭永吴以他丈夫的身份 介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稍嫌疏 还将彭永约到家里聚会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 他一面帮助彭四哥工作 一面联系实际扎实的 学习整风文件 他总是不断向假丈夫 真领导屈心平静 彭永吴也不厌其烦地 向他说明解释 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中 一种特殊的情愫 在两人身上悄悄地滋生 1944年 江助军被特务跟踪 为了保障市委机关的安全 组织就将他转移到了成都 后来他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 继续参加爱国的民主运动 江助军在川大的两年 正是抗战胜利前后 民主运动的高潮时期 学圣运动风起云涌 川东地下党组织 为了便于展开工作 决定江助军不准组织关系 以普通学圣的身份 做群众运动 鉴于工作需要 1945年组织上批准 江助军和彭永吴正式结婚 1945年暑假 江助军回到重庆 终于见到了彭永 久别重逢的两人 感到无比幸福 可是心中都深藏了 另一份复杂心情 那就是对谭正伦 深深的歉意 后来他们意外在重庆 与谭正伦堂弟 谭竹安相逢 江助军与他进行了倾心交谈 一番肺腑之言感动了谭竹安 也使得深深理解了彭永吴 与江助军在特殊斗争背景下的 这种结合 内战的烽火点燃全国的时候 江助军生下了一名男孩 取名彭云 1947年3月初 公开的四川省委 以及新华日报 被强迫撤回延安 彭永吴受市委委托 领导创办市委机关报 挺进报 1946年7月 江助军返回重庆 协助彭永吴从事中共秘密联络工作和学生运动 并参加挺进报的筹款和出版发行工作 抗战胜利以后 李白于1945年10月 与求惠英回到上海 曾两度被捕的李白清楚地知道 自己在上海如临深渊 但是他无所畏惧 继续在隐蔽战线上 与敌人斗智斗 为了避免反动当局的注意 他在善后总署救济复兴岛渔业管理处 谋得了修理渔船电器设备的公开职业 白天他就上班 晚上回来他就发报 前后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修惠英很担忧 怕他病不 劝他注意休息 而他却说 一个人最大的苦恼 就是没有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如今有了工资 可以不要组织上的生活费 让组织的钱做更多的事 凭这个职业 还可以学到很多无线电技术 真是太好了 1947年春夏 川东党组织把工作重点 转向了农村武装斗争 建立游击队和根据地 这时彭永吴任林委委员 兼夏川东地工委副书记 直接领导云阳 凤杰 乌西 乌山一带的武装斗争 江朱军 以夏川东地工委和川东林委联络员身份 与彭永吴一同前往 可是一道难题摆在了他们面前 就是小云儿的抚养 那时他们的孩子才一岁的 不可能背着孩子行军打仗 夫妻俩经过商量 决定托付谭竹安 请谭正伦来重庆照顾彭云 然后 他们俩假装从探亲的职员模样 乘船离开重庆 在云阳老家苦守寒瑶六载的谭正伦 收到了一封来自堂帝谭竹安的信 得知彭永吴离家多年来的情况 希望他马上来与自己一起抚养彭云 这对于谭正伦来说 犹如晴天霹雳 痛苦过后 他还是理智的思索这段情感的变故 表现出了一般农妇少有的豁达胸怀 他给弟弟回信说 我答应 我会很快来重庆的 十二月 彭永吴江竹军在云阳农霸乡 以免发动群众派展统战工作 以免积极发展党人 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武装起义的一天 彭永吴派江竹军会重庆 向民伟要大领 并且淘积一笔经费 用于游击队的体验 江竹军匆忙告别丈夫 他怎么也会想到 这一去竟是有别 1948年1月 彭永吴领导的起义队伍 通敌人发生了遭遇战 在凤杰县的安子山 遭遇国民党581团一个年的包围 彭永吴在帅不突围的时候 为营救受伤战士 身中树断 当场壮丽石 敌人野蛮地砍下了彭永吴的头颅 挂到一棵柳树上 以制造白色恐怖 得知丈夫牺牲的噩耗 江竹军没有被击垮 严酷的斗争使他没有时间悲伤 他把痛苦深深的埋在心里 把悲痛化作动力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投入到残酷的斗争中 在冷静分析形势后 江竹军人们 彭永吴活动的游击区暂时不能去了 并立即转移以暴露的同志 随后他带领两名同志回重庆请示汇报 并提出重返下村队 领导认为有威信没有民意 可是江竹军坚定地说 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 别人代替有困难 我应该在老鹏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最后林伟同意了他的要求 临行前听说地下党要筹建一个联络点 可资金不足 于是他便将自己在中央信托局宿舍的全部家具 交给了党组织 由于暴动地区风声很紧 下村东一片白色 江竹军以万计法院推逝的身份做掩护 在下村东坚持他们的犯罪 1948年 远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后织人 然一致 远中共下村东地部书记 陆孝敬 先后被判斗 出卖了我地下党组织 江竹军因此不幸 在开往重庆的船上 江竹军在思考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怎样把自己被捕的消息传出去 好让重庆的党组织早做准备 他突然发现他和其他被捕的人员呢 戴着手铐 引起了其他乘客的好奇与猜疑 大家都在嘀嘀咕咕 江竹军呢 这时候发现的舱外呀 有人偷偷的张望 于是邻机一动 便对着图孝文 也就是叛徒啊 大声骂道 你这条狗乱咬人 平白无赖的说 别人是共产党 你没有好下场 这样 船上呢 有共产党的消息 就迅速传开了 所以等江竹军 抵达重庆的时候啊 上级已经知道 万线的党组织 遭到了破坏 一级做了必要的处理 在中美合作所扎字洞节语 国民党军同特务 用尽各种酷刑 老虎凳 雕塑 败刺的钢鞭 撬杠 变形 甚至残酷的将竹签 钉进江竹军的食指 妄图从这年轻的 女共产党员身上 打开缺口 以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 面对敌人的严形拷打 江竹始终坚真不屈 他说 独行拷打 那是太小的考虑 竹签子是竹子做的 可共产党员的意志 是钢铁 ・ 扎子洞里面对敌人的 200多名难友知道了江竹军受刑的情况 感到揪心的疼痛和挂念 他们守望在窗口 焦虑不安的等待着他的消息 关心着他的安慰 还自发的展开了慰问江姐的热潮 一天 一个纸团投进了女牢 那是何雪松用竹签子 红药水和自制的炭黑 写在草纸上的慰问信和诗篇 你是丹娘的化身 你是苏菲亚的精灵 不 你就是 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1948年修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中 为配合前线战争 奋战在敌人心脏的情报人员 获取了大量军事情报 一份份飙用十万火急 万万火急符号的秘年 被转到米白手中 此时 上海的环境更加显和 特务密布警车飞驰 李白的周围虽然飞机似乎 但国民党陆军的步子 训练 海军的各建筑力 等于 还是随着无数道电锅 及时地传送到米白的 中央 以白发现敌人采取分区停电的方式 来追查 秘密电台 就预感到自己 难免会被捕 为了不中断上海和中央的联络 他向上级提出建立预备电台 并承担了收报机的组装工作 然而这个时候 北平的地下电台被敌人破获 北平的报务员叛变 随后这名叛徒就被派到上海来侦测 我地下电台 所以当李白的预备电台 正处于调试阶段的时候 他正在用的电台 就被敌人侦破了 那是12月30日凌晨 李白正在向延安发送国民党的一份 绝密江方计划 敌人将其居所团团的围住 他震惊的让妻子 把孩子送到留下邻居家 发完情报 销毁密码 处置电台 从容就不 在狱中 李白受尽了种种惨无人道的刑罚 上老虎灯 换自来水 辣椒水 还把很长的针戳进他的手指甲中 针一半插进肉里 而另一半漏在外里 然后敌人又用火烧针 针烧红了 热气直钻进指甲缝 手背都肿起来 鞋也变紫了 可是李白始终没有吐露半句真心 由于他坚真不屈 手口如瓶 他亲手建立的备用电台 在他被捕后继续为党工作 为上海的解放 做出了重要贡献 后来李白被押借到蓬莱路上的国民党军统监狱 他写了张纸条 托出狱的同志带给邱惠英 告诉他 站在监狱对面老百姓的阳台上 就可以看见他所在的牢房的窗子 一对历经磨难的亲密爱人 得以隔窗相见 看着已经被打断双腿的李白 浑身动弹不得 全靠难友拖着 把脸从铁窗后微微露了出来 邱惠英心如刀脚 5月7号 李白和妻子见了最后一面 他脸色苍白 而那沉静的神情 和月的目光宛如平日 他说 以后你不要来看我了 邱惠英问 为什么是不是判决了 他说 不是 天快亮了 我们的希望要实现了 今后我能回来当然最好 万一不能回来 你和孩子也可以和全国人民 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了 未曾想 这就是他留给我们的遗言 1949年5月7日 也就是上海解放的前20天 中华民族的优秀男儿李白 在浦东契家庙被秘密相杀 为共产主义理想 献出了年仅39岁的生命 上世纪50年代 根据李白的生平事迹 黄刚同志创作了一部 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影片 这就是电影 永不消失的电波的由来 在重庆 深陷淋雨的江竹军 依然以特殊方式和敌人展开斗争 他安排耐友们照顾伤命员 和刚生完孩子的同志 组织同志们有计划的学习 犹豫中缺乏学习资料 他还并记忆默写了新民族主义论 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脸书的主要内容 1949年8月 江竹军的一位难友 出狱的时候帮江竹军 带了一封信给家人 信中这样说道 假如不信的话 云尔就送你了 叛交以踏着父母之足迹 以建设新中国位置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孩子不要教养 粗福淡犯足迷 1949年10月1日 举国欢愤 庆祝苏醒后的中华巨龙 以崭新的面貌 屹立于世界东方 但是国民党却不甘失败 归宿在四川东南部和大巴山前 企图凭借险要历史富有的 无数 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枪举关押的革命 1949年11月14日 江竹29岁的美丽生命 永远并得在这 正如江竹军给谭珠安的书信中所言 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死去 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 异曲红梅赞 诉说着先烈们冰清玉节的革命情操 那道永不消逝的电波 见证了智士们坚如磐石的革命信仰 慷慨赴死的江竹军和李白 虽死犹生 他们留下了踏霜傲雪的红梅气质 留下了永不消逝的红色爱情 因为真爱和平 我们回首战争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百战经典 我们下期见 分析战争起因 透视战争深层 解读战争人物 关注战争影响 因为真爱和平 我们回首战争